如果要網上說兩句 就要不斷照顧 人生走忙 有些人是很能照顧的 你不是說 但是國人的取態都說不好了 就是國人的經歷之談 幫我出一張圖 我幫一對人他宣傳一下 不是出這張 先出WhatsApp那張 話說這麼小的字 我要開一張圖 大隻 這次來看 首先 所謂名高 封大 一定是有人喜歡你 也有人不喜歡你 沒什麼所謂這個世界 我知道有一個人 一直以來都很喜歡追擊 啤梨漫步 甚至和啤梨漫步所有合作的 即是這個人 聖業這個人 也不是他的真名 這些人都沒有本事 我去找真名見人 這些人都沒有本事 我去找真名見人 你這個人就太懶了 你媽 還有說 做BNO 一直到12點才開始 早結到11點 你媽媽就問一下 當日我們幾個十點多 已經開始做 誰叫現在多人找 啤梨報名 於是就要早點做 神經病 我都不想 我很怕下次啤梨開始 9點要做 你快點幫我爭取 你媽媽 以前一向是12點才開始 或者最早11點 你今次要我們 晨早10點才回來 嘩 你老鼠 然後做到晚上10點 早上12個小時 真的瘋狂的 你對 幫我爭取 你都知道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 可能因為平權問題 還是接觸的人 他多了 還是怎樣 然後 還要說這個 眼力 就是 朱希就真的很醜 唉 我都明白 有些自卑的人 就是喜歡踩人 酸啊 是不是 我就聞到很大股酸味 還有麻煩 就是整班 直立刻在高台圍爐 打飛機取暖 我 吵你老母 臭氣 我們計算這個 這樣的Facebook 都有萬幾人 吵你老母 為極小極都萬幾人 你可臭氣這個爐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整個燒烤腸 是不是 吵你老母 臭氣 如果擺酒 不知道擺多圍 擺紅館三面台 只有八千幾人 四面台 就萬幾人 吵你老母 唉 你講還講 就算你說 哥利亞豬蟹 什麼都好 雖然 他不會因為你說 而他漂亮了 或者小了 但是麻煩你下次 第一 要等我們另外一個嘉賓 尊重一下他 你先截圖 就不要這麼懶惰 是不是 第二點 就麻煩你幫我爭取 跟馬健言說 你老母 下次就是 平時十二點 現在就做到十點 就做到死人 還要截我糊 搞到我無法請假 他又請病假 是不是 好 回來 出現這張圖 我也想說一下 唉 我都明白 有些自卑的人 就喜歡踩人 酸啊 是不是 我就聞到很大股酸味 唉 我都明白 有些自卑的人 就喜歡踩人 酸啊 是不是 我就聞到很大股酸味 還有一個 我們把第三張圖 他叫葉梓晨 其實youtube叫Drama Cantonese 他經常幫我 什麼鬼叫馬健言 廢人契 欺從林康正 其實你要改什麼名字 都無所謂 我是廢柴 廢人契 你最厲害 完全都無所謂 接著說我們沒有人看 只有幾十個人看 無所謂 接著說我們沒有人看 只有幾十個人看 無所謂 這些見怪不怪 你說多少就多少 無所謂 但我還是說一句 放下自在 你想一下 用了半個小時給你們做節目的素材 你問我 絕對明白你們苦放 放下自在 沒有人幫到你 沒有人救到你 是你們自己的 我也是用心去做的 用心去做自己的事 不要管外面那些是非 就算有受到攻擊 根本不認識他 一本是被你罵 釣一下 然後釋放不到自己 這件事 他們問我 對我都不會有什麼影響 是 你反正 葉子晴 詹姆坦丁 其實大家立場都差不多 你是要放下自己 個人人生才開心 謝謝大家